今集就要照顧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做sales的朋友 或者一些叫自顧事業的朋友 如果你是要吹生意財 就是所講編財的話 那又應該要留心什麼位置呢 好了 我們看看這幅圖 現在你看到這幅圖 也是我們上集所講的 九宮飛星八卦圖 七雲日鐘 順飛 看到有這一堆數目字 我們如果要吹這個編財的話 我們就要留意東北位置 就是這個一仔的位置 東北這個位置 第二來說 就要留心西北八仔這個位置 這兩個位置 都是有這樣的用途 首先來說 一仔這個位置 叫做一百貪狼星 屬於一些叫做編財的位置 如果我們要吹旺這個編財 一百在五行裡面 是屬水 我們要怎樣吹旺呢 最基本的最簡單的方法來講 就是這個位置裡面 放一個會動動的水 會流動的水 我所說的就是流水擺設 流水擺設 當然如果你說 剛剛好這個位置 就是可以養魚的情況 那你養魚的水就會動 游下游下 不要讓魚很麻煩 讓魚 我們放一個流水擺設 就是那些 譬如有一個 有一個盆 有一個波在轉 水會動的 那些叫做流水擺設 可以放這個位置 如果你說 我是 家裡不方便放流水擺設 例如 可能你會覺得 因為它會有聲 可能有水聲 你會覺得比較吵 那些叫做流水擺設 如果你不放流水擺設 那你拿一個 一個 圓形的玻璃瓶 這樣的情況 底部要闊一點點 就裝滿水 放在這個位置 那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因為 流動水的力量 你才可以吹動它 有一個生氣 就這樣放水的現象 那個效果 是會比較慢 和會比較減弱一點點 那這個叫做一個 放一個流水擺設 放在這個 東北的位置 那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動動的水 在睡房裡面來講 就不是很適宜 放在動動的水 因為是我們 休息睡覺的地方 所以這個流水擺設 只適宜放在廳 或者你office裡面 或者你做生意的 店舖裡面的 東北方這個位置 東北這個位置 OK 就不是太適宜 就不是很適宜放在睡房的 放在廳 或者你商鋪 寫電流的 東北這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吹偏才 就是說多了一種生氣的現象